雷尤聊世紀 天天的不心 大家好 我是雷尤 今天來看驅逐羅倫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迪圖 好 那這場比賽呢 是驅逐羅倫打波蘭人 先來介紹一下驅逐羅倫 驅逐羅倫最大的措射 是他的駱駝單位跟閃避碼 這個騎兵的額外傷害 加的特別多 而且呢 他的模仿可以去讓這些 這些驅養的動物進去裡面 就可以慢慢產生肉類 那這個效果呢 讓驅逐羅倫一開始 會馬上就補下魔防 然後去把這個羊都放到裡面 然後趕快去吃這個家裡的果子 跟野外的果子 那當然驅逐羅倫呢 他也可以把這個驅養的動物 趕快拿出來吃 如果前期需要暴露馬的時候 肉又不太夠的情況下 會試情況的 去把裡面的肉拿出來吃 那驅逐羅倫呢 後期有薩地利 也可以減少食物的消耗 所以整體來說 驅逐羅倫的一個經濟能力 還算不錯的 後期的薩地利 減少非常多肉量 不管是要出大肉馬 還是戰毛兵 或是槍兵 都是非常省的 甚至出這個騎兵單位 也是省中施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破爛人 那破爛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大莊園 大莊園旁邊撒下農田之後 可以獲得8%的立刻食物採收 那破爛人呢 他的挖石頭呢 也可以慢慢產生黃金 所以整體破爛人來說 經濟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有個缺點喔 就是他的馬鎧呢 是比較弱的 所以雖然他是一個馬國 但是到了後期 騎兵部分 沒有三級馬鎧 很容易被這個弓箭給射穿喔 那他的工兵呢 雖然有拇指環 也有強弩喔 但是沒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都是比較 比較微妙一點的 但是還是可以用喔 那破爛人呢 他的打法還是不牽向於 騎步攻喔 這三個東西都可以用 那有這個大蟲車火炮 就是應有盡有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我們先看到破爛人的 黃金在上方 左邊有果子喔 看起來這張地圖 並不是太差的一個選項喔 那個 因為他的後面呢 有一束黃金喔 即使黃金在高地喔 只要上面這裡圍上去 圍到高地 問題是不是太大的 就算你的金被控了 也可以轉往後花黃金喔 右邊這個墓序也蠻厚的 下方也有石頭 只是左邊這個區域 會比較難打而已喔 而且這個果子的位置 也不是非常好 除非要往外圍一點點 好 那驅逐羅人 看一下MBL這裡 MBL這裡 黃金在上方 石頭在下面 果子在左邊 黃金在後方 這個破爛人跟驅逐羅人的 地圖分布喔 其實蠻像的 但是MBL喔 前期會過得再更舒服一點喔 果子在後面喔 就可以非常安全的 去才玩這個果子喔 一定沒問題喔 而且之後 上城堡時代 封建時代 在後面繼續撒農田喔 也是很安全的 不像波爛人喔 要直接撒在外面喔 撒在人家的臉上 好 那兩邊準備來升到封建時代 看一下封建時代會怎麼打 好 MBL 這邊是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波爛人這裡是先點下了織布 MBL是一個 偷織布打法 現在偷織布打法越來越夯了 好 只要越快升到封建時代 誰的優勢就越大 現在的META是這樣子 好 那去這路人 MBL是先補了一個房子 待會再補一個 還是要先補均勻 先補均勻 好 這裡補房子 也補均勻 兩邊的流程都很相近 好 這邊推路 慢慢推 OK 這個波爛人推路 算推得滿晚的 並沒有很早就補下 那他第一個大中原也還沒有補下 果子還沒有吃 還在吃這個羊肉 跟這個 柱肉 好 這裡馬上補下了射箭場 而不是 馬舅 因為波爛人他的肉類加成 就到封建時代 開始正式撒農田之後 才會有加成 所以前期先轉弓兵 後轉這個肉馬 其實對現在的波爛人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META 好 那這邊是 屈蘿蘿人打肉馬 那波爛人就很簡單 出槍兵跟弓兵 槍弓 開始去守家 好 大狀元還是要補在前方 補果子 這就是 開局的地形 還是稍微有點差異的 好 好 這邊三隻 四隻村民 看到對方還是會先來拉打一下 工兵先守住這個地區 後面直接圍石 好 上方又補了一個大中原 喔 不在TC的地方 待會這邊田就可以直接撒過來了 那通常波爛會先點下一級農鐵 再去點下 再去撒田 好 村民稍微反擊回去 好 點下了一級農 波爛人 灑下農田 這裡農田灑得很快 喔 一直灑 看一下去者羅 去者羅這邊農田的數量已經來到12片 12片農田 算是很快的 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波爛人為了要讓自己的大中原安全 然後要再去灑農田的情況下 其實他的速度會稍微慢給對手 畢竟這個大中原的木頭量是100 以前是125 更貴 125的意思呢 就代表是兩片農田的數量 所以為什麼波爛人在前期的時候沒有經濟加成 這個是最主要的原因 之前在其他影片說有提到這件事情 但有些觀眾可能聽不太懂 不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主因 為什麼前面的肉類沒什麼加成 不太適合出肉 就是因為你在這個時間點 撒農田的話 才會有更多的熱 那去者羅這邊呢 就已經可以撒一堆田了 相較之下 波爛人這時候才撒這一些田 就顯得比較少一點 當然這個是走弓變路線情況 所以農田本來就不會這麼多是正常 但以節奏上來說 多一個大中原 就是會多花這個木頭 農田的數量至少會少了一片或兩片 是正常的 所以有時候會爆肉馬爆蘇 這個波爛人是前期爆蘇是正常的 好那波爛人這邊是選擇了工兵配肉馬 開始選肉馬了 好 MBL 這裡是選擇了六隻肉馬配上毛兵 1級射也補下 待會可能還是要補了弓箭鎧甲 這弓兵數量太多了 毛兵沒有弓兵鎧甲的話 是很難扛著箭矢傷害反打回去的 好但是有1級射的話 射成就有 就不會輸給對手 好但是弓兵鎧甲這手點下 波爛人卻突然往前了 發現這裡毛兵並沒有太多的防禦 直接1次扛著毛兵的傷害 反擊了毛兵回去 哇MBL這一波好虧 工兵鎧甲升級完 結果自己的毛兵全死光了 好MBL這裡也補下了品種 好但是正面沒什麼問題啊 正面這裡有個小洞 這裡有個小洞 對方趕過來的話 近來是一大風險 對MBL應該是會 賭定對手不會往前 欸這裡還有一隻槍兵沒有看到嗎 怎麼就這樣走進去了呢 好這個毛兵趕快把這個 槍兵解決掉 正面的弱馬才會安心點 好終於有品種了 血量來到65滴 好後來人這時候點下了一弓 沒有點下一級的 工兵鎧 這個騎兵鎧甲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毛兵的傷害呢 即使是點了一級射 也只有三點傷害 那肉馬本身呢 就是天生兩點遠防 所以要反擊毛兵是綽綽有餘的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好這裡一攻點下 後來人這裡要先拉村嗎 這裡有幾隻村民在前線有點危險 但是沒有直接往後拉走 稍微停了一下 沒有要打算往後撤 現在有一級的工兵鎧甲之後 毛兵就沒那麼害怕工兵了 NBL這裡是繼續補肉馬 這個肉馬沒有要停的意思喔 想要在封技時代就打死人嗎 好這裡大中原繼續殺 吃完果子直接灑農田 在你面前灑農田啊 NBL這裡能忍嗎 OK直接雙馬就爆馬 這個破爛人也是挺大膽 直接在你面前灑農田 好這隻村民要被爆 直接秒殺 工兵的集結點有點 找不到人生方向 白頭送爆 好後來也停下了一級的工兵 這個步兵鎧甲 就是斷道技術 跟這個騎兵鎧甲 騎兵鎧甲跟斷道技術都點了 而且停走 風箭時代最強大科技都有 波蘭人這裡會輸嗎 但是NBL也有喔 這邊就要來看兩邊的血量 跟工兵的重點了 毛兵要趕快上前 點掉這些工兵數量 差有機會打得贏 波蘭人這邊拿到的高低優勢 NBL的肉馬處於下風處 所以傷害來說是有點打不太贏 波蘭人的肉馬 波蘭人的肉馬 這裡是完全打出了傷害 哇 這裡直接把毛兵全吃 一攻一防 停走 伺候 在風箭時代 這時候是最強的型態喔 那這邊 看起來是肉馬 有非常多的優勢 這邊可以打算喔 停一下肉馬 然後 待會趕快去補一下 城堡時代 好 但NBL這邊已經率先點下 那對方已經打贏前面第一步的時候 就要把自己家裡給圍死了 這個觀念是相當正確的 後方這裡還沒有辦法圍死 但沒有關係 這裡趕快去補更多馬就跟槍兵過來 就沒有問題了 好 波蘭人也點下了 城堡時代 那這邊肉是有點爆量的 其實到了23片田 這種數量不太正常 好 27片田喔 超不正常 那很有可能 波蘭人會繼續按肉馬 然後待會轉輕騎兵 那可能騎士呢 就不太粗 直接用輕騎兵壓制對手 把這個血球越滾越大 但是驅逐洛人呢 本身有這個駱駝 駱駝打輕騎兵 是綽綽有餘的 而且他還有額外增傷效果 所以驅逐洛人本身 遇到這種 駱馬暴或是騎士暴 壓力是非常小的 而且封箭時代呢 就可以出駱駝刺吼 所以你抱肉馬 我反而更開心 就是打你的 弓兵會有點難打而已 但是弓兵數量也不多 只有三隻 壓力說可以 說是沒有 這個三隻弓兵可以直接吃掉了 好 這邊用一隻肉馬去追弓兵 再點掉一隻 MVL這邊細節錄得很好 好 好 城堡時代一上去 駱駝會直接變身喔 這裡 欸 破爛人要小心 還有三秒鐘 後面那隻槍兵無情輸出 好 城堡時代一上 駱駝騎兵升級上去 血量來到了120滴血 這時候的 刺猴是打不贏的 一定要轉這個槍兵過來 那破爛人遇到駱駝股的時候 通常只會打三種東西喔 其實還蠻多的 戰錘兵跟槍兵 還有這個奴兵 這三種東西在城堡時代 反制駱駝是最好用的 那當然 成型最快的是這個長槍兵喔 但長槍兵沒有主動權 防守來說是很好用的 好 破爛人 直接升重裝長槍兵 看到這麼大量駱駝 先升槍兵就對了 好 這一駱駝直接應騎村民 好 趕快收村 走進來 好 破爛還是按了幾隻騎士 哇 結果破爛人 輕騎兵好像補得有點慢人 這些刺猴居然還沒有變身 好 家裡的駱駝 現在暫時接不了 那沒有關係 後面繼續補騎士 加上作裝長槍兵繼續追 後面補了一個TC 可以繼續防守 這裡堵了一個洞 好 但是TC可以直接繞出去 好 稍微試一下箭矢傷害 好 輕騎兵正門升級好 這裡是7加1傷害 好 攻擊力18點 NBL駱駝應該是有壓制力的 但是現在遇到這個情況 重裝長槍兵現在是打不太贏的 好 直接轉往去野外開TC NBL這裡是繼續按村民 然後駱駝繼續按 轉出了一些聖旅 破爛人是點下了一級 二級農 二級木 打一個經濟流的 還是最適合破爛人 破爛人這邊有點卡人口 好 這裡村民直接被硬起了一波 胖兵努力反擊 但是騎士直接被吃乾 好 這邊這裡有一波槍兵 再繼續壓制 後面新奇兵做不到任何事情 開始回頭 想要抓到這邊蓋TC的村民們 好 駱駝再次往前走 偶然人這裡 家裡是有槍兵守的 但數量不多 少量的5隻 但應該要守駱駝士戳戳有餘了 那正面這裡能不能守住呢 這裡沒有打算要圍 還是要讓駱駝再次溜出去 這一個洞讓MBL的駱駝 非常舒服 一直有機會可以溜出去 好 那正面青奇兵抓到生駝 哇 MBL這裡有點虧 又死了一隻生駝 現在生駝數量一直不是很穩定 現在一隻生駝都沒有 好 普蘭人的青奇兵 配重裝長槍兵 這個策略確實壓制住了駱駝火 而且本身擁有這個強大的 農田科技的關係 所以普蘭人在這個時間點 不太會因為按槍兵按到缺肉 或者是3TC會鑽出的情況 就是普蘭人的城堡時代最強大的時期 我肉就多 出垃圾兵跟你打我也賺 好 那前面這裡有一根TC的話 普蘭人也可以考慮去挖石頭 好 然後或者是轉前面 工程器製造所 壓制 產生中心 都很適合 好 普蘭人點下了2級騎兵鎧甲 好 這邊騎士 這個駱駝一直在騷擾有點麻煩 好 左邊新騎兵繼續走 四隻騎士往前 再抓個幾隻 NBL這裡有點尷尬 雖然村民術還是領先 但是現在家裡沒有駱駝 駱駝趕快拉回家 哇 這個新騎兵直接硬起了 不管了 能抓多少村就抓多少村 那抓了幾村之後 NBL村民術稍微下降 像是72打76 差距五村 並不是非常明顯 那以支援量來說 NBL還是領先 大約400支援的 普蘭人這時候還沒有贏 好 但是3TC也開始慢慢穩容了 結果NBL先蓋了一根寶在前線 這根寶會蓋起來嗎 唉唷 差一點沒機會蓋起來 好 那這邊要繞這麼多圈 唉唷 可能是要收村嗎 還是要放棄阻止蓋堡了 好 這邊城堡蓋好 村民放出來 繼續採支援 遇到這麼大量槍兵 後蘭人也有所動作 城堡你該不會蓋在這個位置 直接插爆你城市中心 跟你城堡對峙 唉 不是嗎 難道是要走中路 哇 直接鬼切 插你農田 太狠了 後蘭人槍兵配肉嘛 騎士 把駱駝國打到 這樣子啊 驅逐如果人要打凍裝長槍兵的最好方法 就是出巷弓 或者是轉這個環樂投資手 這裡把城堡蓋起來還需要一段時間 10% 10% 後蘭人這邊直接剩了二級射 MBL完全耐這些 輕騎兵 沒辦法嗎 後蘭人這邊是打得非常多線 又有種在抓村民 好 蓋完城堡之後 兩邊對寶 好 後面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反正是先補下了貴族特權 大陡要來狂暴騎士了 那貴族特權點下之後 騎士一隻只要30塊錢 後蘭人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騎兵的 接著遇到駱駝國 拿這個騎兵配戰槌 還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城堡塞壓資料 還是相當足夠的 背景駱駝這個單位呢 他的體質本身並沒有太好 只要騎士數量夠多 駱駝還是會被壓制住的 好 還人投擲手 沒有在家裡防守 還是選擇去前線騷擾 這邊還人投擲手的體質 現在來到了40滴 攻擊力是3加1的傷害 待會再點個2攻 就變成3加2 一下5滴血 這邊勝率純輪有一波 可以來招翔騎士 好 現在家裡農田全部被控 兩根堡 把這些田全部控到沒有辦法正常採收了 哇 有點麻煩 MBL 農田直接爆炸 木頭也歸零 沒有人在伐木 怎麼會這樣呢 經濟失衡 好 這邊蓋堡 成功蓋起來 後來也是上一人直接對一個堡 你插我堡 我也插你堡 好 這邊騎士有點送 哇 這個波蘭人 瘋狂寶推 那正常來說 缺者羅人打波蘭人應該是綽綽有餘 當然波蘭人這邊是逆勢開局 結果現在打得越來越順風了 所以國民WIN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會因為國民WIN 就會真的WIN 但是還是要看每個人的操作跟判斷 沒有絕對 波蘭打印度斯坦跟驅逐路人 也不一定會輸 就是稍微偏難打 需要更多的操作而已 好 這裡騎士繼續往前騎 哇 又抓到幾隻村民 MBL的村民宿只剩下74村 波蘭人的村民宿還有113村 看起來波蘭人是有點穩了 好 後面補了一個攻城七隻招手 最後還是補了一下 有攻城七隻招手 就可以按衝撤 就可以開始往前頂城堡 好 上方的部分 少量槍兵還在防守 MBL的環刃投擲手 要想辦法集結起來喔 這樣輸出才會穩定 反正打騎士來說的話可麻煩喔 因為只有五點傷害的關心 只要騎兵點下二級馬凱之後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大概血量掉的很慢 好 這裡衝車過來 村民直接硬解 後面城堡是不是很開心 你村民來敲衝車 我的城堡就會射你 MBL 村民宿只剩下64村 村民差距來到裡備 好 很勉強的點下了帝王時代 波蘭人這裡沒有要放棄 繼續進攻 正面的城堡也沒有想要理的意思 為什麼這裡波蘭人不按衝車 最主要是在防對方環刃投擲手 可以輕鬆解喔 環刃投擲手的傷害判定是近戰單位 所以他打衝車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紅車人本身防衛是-3點 所以打一下有8點的血量 好 波蘭人騎士被招 這裡駱駝夾住左邊被騷擾的城鎮中心 現在波蘭人家裡都沒有被騷擾 這個雪球越滾越大 波蘭人的節奏相當好 去逐路人點下帝王時代 1分...1個小時10分鐘 好 騎士上來 收掉了衝車 衝車點完之後往後拉 騎士也要跟著往後拉 波蘭人這裡是繼續抱騎士 騎士繼續按 沒有要上帝王時代了嗎 這個城堡好像會被射掉了 NBL有頭緒嗎 好 結果衝車來了 結果衝車一來 被環刃投擲手打給逼退 哇 真的太痛了 這個環刃投擲手反擊能力是相當好 OK 再次往前 衝車還是只會往前 這個往前的結果 會被環刃投擲手給教訓嗎 看到環刃投擲手 但是好像來不及了 衝車的血量只剩下13滴 衝車 6滴 哇 還是被射掉 左邊這裡還在重點防守 但這個洞怎麼一直沒有補起來啊 波蘭人就又可以從這個洞鑽進去 哇 NBL現在四處爆炸 雖然升到了帝王時代 巨型投擲機也出來了 但前線這根城堡 血量有點不太妙 用了自己的謹慎支援 點下了重裝駱駝 但是左邊又再次受到了騷擾 NBL 難道要輸給波蘭了嗎 波蘭這裡大馬爆 直接用騎士數量壓制 想要突破這裡的防線 這邊巨型投擲機 趕快攻城 衝車也過來吸引城堡的輸出 波蘭過來正面擋一下 但是後方已經被波蘭人弄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波蘭人點下了手推車 哇這個經濟非常好 現在波蘭人的支援量已經贏了1萬支援了 NBL輸了1萬支援還在繼續打 現在臭明書差距已經來到3倍 NBL重裝駱駝還沒有升級好 駱駝就要被吃光 我的天 最後駱駝沒有成型 然後後方臭明死去 完蛋 臭明書只剩下40吋 N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波蘭人拿下比賽勝利 哇 波蘭人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沒想到波蘭人可以用這個輕騎兵 然後轉重裝長槍兵 繼續給自己的正面 有這個更大的威懾力 然後再用自己的大中原 繼續把這個水球越滾越大片 打起來非常舒服 那波蘭人這邊有幾個重點 做得蠻好的 就是這根城堡 並沒有被這個城堂中心給吸引住 直接升插到最裡面 碰到NBL農田之後 NBL農田農田數下降之後 經濟就很慘 駱駱駱就沒剩幾隻 所以波蘭人就可以用自己的數量 壓制 用自己的騎士數量壓制對方駱駱 所以本身驅逐弱人應該是 照理來說不會打輸波蘭人的馬 但最後還是輸了 這個遊戲就是 節奏遊戲 這個波蘭人的節奏帶得更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波蘭人拿到資源上勝利 總共贏了1萬1的資源勝利 黃金紙輸一點點時候也是 似乎真的贏了快到6000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要謝謝你 是否有找人的 我們下次見